这刚办完酒席 不知道我婆婆知道这个事情 还要不要我这个儿媳妇了 这不知道我婆婆能不能接受得了 我要把这个真相告诉她 毕竟对于她一个农村妇女来说 这真的是一笔天文数字 天都要塌下来了 我估计 娘子 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先听哪一个 没事 我这个听大多的 不管坏消息也好 好消息也好 我都能接受 那我还是先跟你说好消息吧 让你开心一下 那娘子你认识这几个字吗 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 对 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 今天时隔三年了吧 把它从箱底子里面翻出来了 因为我们要交房了 这还是没有让我们失望了 如期交房了 马上可以住新房子了娘子 恭喜你 我这个当婆婆的 不要操心 没本事没办法 不容易咧 我们都不容易 请多谅解 姑姑 您要住新房子了 新房子在哪里啊 在长沙 在长沙呀 到时候住新房了带你去啊 那我要 我现在还有游乐场 滑滑滑梯 给你跟外面玩 我要读书怎么办 星期六星期天去啊 姑姑把你转到长沙去读书好吧 不要 那我同桌怎么办 你同桌 他我唯一的朋友啊 我们现在还是很重情义的嘞 娘的外面怎么告诉我呢 坏消息啊 嗯 我怕你听到这个坏消息 把我这个儿媳妇赶出门 不要了 我觉得你有点接受不了 放在这里接死了 心放在这里啊 放在肚子里啊 放在肚子里中间 当当 你认识这几个字不啊 娘的 个人 个买 接款 担保 活动 对 你知道 接了多少钱吗 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有个多啊 十四万 你读错了 十四万 你得吧 个十百千万 十万 百万 一百十四万啊 嗯 我看人家 这是我名下的单款 一百多千 嗯 我个一本世界买个都没那个油 买整个都赢得 那这是实话 刚好我数学学到白位了 刚好你什么读错了 多不多 那你你加油不加油 给姑姑和大伯 加油打不打气 看我万位会不会学 你万位写你也打不了气的 我来看看 我两个人为你戏 本戏后级 要自己的理论 你真的 你别怀疑 你看签了字 也花了手印的 哎呦 算了吧 亮仔 你还是别要我了吧 我这个儿媳妇 可是深付 一百四十万 带款加到你们家来的 那 我一张看了嘛 各自奔金 还有理论 看了嘛 所以我们好像是总共要还多少钱来张 还二百一十万 两百一十万 哎呦 亮仔 你现在的心情有没有雪上加霜 你赶紧把这个腿回去睡了 请请能赶紧玩个局 啊 哈哈哈 我们2020年买的房子 呃 今年开始交房了 这个还是很开心的啊 如期交房 呃 这两天我们可能就要去长沙 去收一下房子 昨天职业顾问通知说去收房 然后我就翻出来合同 很认真的翻看了一下 哦 那一本厚厚的合同 看完之后 啥也看不明白 反正三年前买房子 职业顾问讲的天花乱坠 说的些什么的 现在也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看到我们业主群里面 这两天都已经开始议论纷纷了 之前说好的学校没有了 呃 这一块那一块的绿化带没有了 还有重要的一个什么图书馆 也没有了 还说房子啊 质量问题啊 什么这里那里的 大家都在讨论 我看了我也看不懂 感觉这还是一个很 麻烦的事情啊 罗罗 几十页的合同 加上职业顾问的各种承诺 但都已经忘了 有合同在上面都还好一点 就是说 是不是得找一个专业硬房的 去硬一下 猪脚好了 你看个人 猪脚就好了 哎呀 这有食欲 红烧猪脚吗 我咋够 咋够咋够有筋道 吃到一个咋够的 那好 那是炒一下 炒得香烈 对对对 炒点辣椒什么的 可以 搞的辣椒放下面包一下 这看着也没那么油 能吃得下去 不要放太多辣椒 好 学院爷喜欢吃啊 放一点点 我吃那个脚尖尖 我吃这个 好 我们俩站了啊 这两个也已经站了 我先做饭 你要去马上去卸 明天吧 明天一下 他还要去云南 搞完了 我来收集 我来收集 也住你了 这早了 才要去看人家分 房子只能打不打标 打标的才要签售 签售了才过火 还麻烦虚似的 对 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去过火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 到时候一家人一起去 姑姑 等你们到那里了 我要跟罗涛哥哥一样说好话 好 到时候你就讲好话 好 开残门 步步高深 你婆婆是被那个消息吓傻了 这样吗 我也感觉她脸色都变了 我还没注意看啊 还了三年了 总共北京还没还到十万块钱 不够吧 两百万 意思是还有两百万要还 你说夸张不夸张 你别吓我 还三年了本金都还没还十万块钱 不可能 十二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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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五二零那天 我还送的 你还送的 你还可以问一下 我当然没了没钱 阿牙哈斯银 我还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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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怎么开玩笑 签了自换牙的 刚刚你儿子也在算 他算了一下 我们已经还了三年了 本金都还没还到十万块钱 十二万 十二万 嗯 也就是说还有两百万要还 对 还一辈子 我们是三十年是吧 嗯 努力加油 是你们两个建筑评评评 没事娘子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 你看借款人 管没放 是我借的 你儿子一分钱都没有 他名下 所以两百万是我还 他不用还 你问几位 你等于你呢 但是你打这个好亲子 那没问题的时候就亲 那万一还不上了 那说不定就不亲了 到时候他啥也不管拍屁股走人了 咋整 那我拿他一点折都没有啊 对吧 那你这个方形 百分之两百的行 别把压力八十个小伯 大家一起来挑 你有新闻有意 八十个压力不好了 没好了 好 大家一起来挑 这样挑起来 那我生的小孩 那我生的小孩我就 节约钱 不请约扫了给你带啊 好 把请约扫的这个钱给省下来啊 那请约扫也省不了多少啊 省一分四一分呢 省一块四一块呢 是不是啊 这些钱多呢 毕竟有钱 当发个 学习发得起 某个发大戏 某个大戏他就好 他热他 全热他 我把他省了 靠省了几个钱 也省了好多钱 好 只能说 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容易啊 真真难啊 发现容易 你告诉我 我压了自己 没得用 有英国人 把你这个分担的家 到底我没得过来个 哎呀 只能说像我们这种 就是农村家庭出生的 如果父母帮签不了太多 真的压力挺大的 你说现在 两个年轻人 大学一毕业 就要找工作 像我跟楼园两个 赚钱还算是可以的了 压力都这么大 你说那些上班的压力 得有多大呀 不着急 慢慢来吧 反正我们都还年轻 我现在最关键是 就是说 要不要请 请建皇的